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否我就一无所求 向前进只要独立 不问成败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我就是我 我要想我 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就是我 我要想我 别人休想一想我 挑战未来 掌握方向 我要追寻真实的我 挑战未来 掌握命运 我要成为真正的我 这 这令牌怎么在你这儿啊 皇上赐的 让我务必找到王爷 把这个令牌交给他 而且让我转告他 逍遥王府还是他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我这有皇上的一封手谕 请交给王爷 里面说的是什么啊 我哪知道 皇上的手谕 私自拆开阅读是要砍除的 人马我已经给你点备齐了 个个都是好样的 偏将就是刚才你见过的那个 叫杜芳 王爷认识他 也很器重他 你准备好了就可以启程了 等等 这里有问题 什么问题 王爷不可能让你派兵去 这不像王爷的风格啊 老哥哥 咱们不是无话不说的吗 好吧 人是皇上派的 为了保护王爷的安全 你说我敢不派吗 对 我就说嘛 可是你派兵去了也没用 他们去了王爷也不会留他们 那我也没办法 人我照派 王爷不用 得王爷见过了他们之后 由王爷下令让他们离开 哎呀 可是王爷不让凤仪公主知道她的身份 他们一去 岂不是把王爷的身份给戳穿了吗 这样王爷一生气的话 也是杀头子罪 你想想吧 那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你先告诉我王爷姓李怎么说 王爷叫我通知南楚王 要他派兵去接他的外甥女 又说公主很快就要过关 要我放行 要我把公主交给南楚军队 他只向我借了那名副将 哦 原来他想溜啊 你说什么 嗯 妹妹 先别问我说什么 老哥哥 派兵要杀头 不派兵也要杀头 要不要我出主意 哎呀小兄弟啊我早就没主意了 你赶快说吧 嗯 你派的人他们都要听我的 我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 没问题啊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他们的领导 好 还有 我会随时派人来通知你该怎么做的 到时候你也要照做哦 行啊 还有吗 没了 说完了 这就能保住我的脑袋 要是保不住 给我的脑袋一块拿走 好 老哥哥就把这条命押在你身上了 什么时候走 现在 来 说说看吧 末将随孟大人前往白云寺面见王爷 士兵守在寺外 等候王爷口谕 决定是否现身 嗯 你的意思是对了 可是称呼啊全错了 嗯 王爷啊现在姓龙叫龙涛 你就管他叫龙公子就行了 千万不能称呼他王爷 是 孟大人 我现在也不是大人 是 我也姓龙叫龙飞 明白了没有 是 末将明白 你也不用称你自己为末将 因为我们是铁哥们儿才带你到白云寺去的 等你见到了龙公子之后啊 再称自己为末将 你叫我龙飞 我就叫你 哎哎哎 你叫什么来着 末将杜方 啊行了行了 我就叫你杜方 驾 驾 老师主 哦 医通大师 啊 老师主在等什么 啊 匈马车的工匠 真是急死人了 今天不来的话 明天又走不成 嗯 大师要到哪儿去 老那要到附近村子里一趟 哦 是早定下来的法事 寺里头没有别人 只好有老那去了 哦 大师请便吧 嗯 老那入夜之前可以回来 老师主可帮我看着大门呢 哦 好好好 交给我吧 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夏宇 啊 公主 春风的伤势怎么样了 好多了 已经开始收口了 只要没有大的牵动 就会没事了 太好了 幸亏有你这位女画佗 九双 公主 铁大人怎么说 铁大人说 工件还没有到 今天大概不能出发了 要在这儿多待一天 嗯 也只好这样了 早知如此 就该早点学会骑马的 哎 公主啊 既然走不了了 何不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练练骑马呢 嗯 龙公子有空吗 公主 我们全在这儿 什么事也没有 怎么可能没空呢 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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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宇啊 你干嘛自己叫自己的名字呢 我不叫 他们三个也会叫啊 干脆先叫着 一定是我又说错话了 好了 这回你没有说错话 而且啊 你还要去请公子 让他叫我们公主骑马呢 啊 公主 是这样吗 是这样啊 去请龙公子吧 笑什么 哎呀 好了好了 快去请龙公子吧 嗯 龙公子 龙公子 哎 哦 夏宇啊 嗯 龙公子 公主想学骑马 请你带她去 公主 她不是要休息吗 休息够了 她要我来问公子 有没有空 我在这个地方还能有什么事啊 当然有空了 是吗 我也这么说 那他们为什么要瞪我啊 嗯 好像我又说错话了一样 嗯 他们是这样的吗 是啊 龙公子 有时候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每次我说实话 他们总是嫌我多话 夏宇啊 嗯 人有的时候 是会把实话放在肚子里 不说出来的 为什么 这 人和人在一起 如果都不说实话 那谁能明白别人真正的意思呢 会不会因为这样 而造成永远不能弥补的误会呢 夏宇啊 你就保持现在这样就挺好 不用管他们说什么 嗯 我也这么想 那公子 我去请公主了 好 去吧 我在门口等她 是 我是不是也该说说实话呢 快走快走 再不快走银子撞不到了 哎 天生快不了 能这样已经不错了 哎 夏来 你干嘛 你看 这不是白云色的老和尚吗 他怎么在这呢 哎 和尚 老和尚 你们是去修车轴的吗 是啊 你没看见新车轴在这儿 哎 老和尚 你这样看着我们干什么 不认识我们了 认识你们的那个老和尚 正等着你们呢 啊 在哪儿等着我们 隐藏地府 铁大人 哎 哦 龙公子啊 还在等修车的工匠啊 是啊 在等修车的来 如果今天他不来 明天又走不了 我叫龙飞去催了 怎么到现在还不来 别着急啊 快来了 哎 对了龙公子你出去啊 哦 我再等公主一起去学骑马 骑马 哎 哦 哎 麻烦龙公子了 哼 铁大人 别多想啊 哎 不不不不不 龙公子尽管请 嗯 龙兄 龙兄 让你久等了 哎 我也刚刚才来 哎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我去骑马呀 难不成骑马 我还穿了长裙啊 老陈只是看不习惯 有什么不习惯啊 我穿很多次男装 你又不是没见过 老陈是少见多怪 公主不要介意啊 铁文成啊 你是不是没事干哪 你也可以练练骑马呀 很快就游得上了 不不不不 先骑马 Taba 暖男快 炒 铁大人 你怎么啦 没事啊 你看他们两个 铁大人 你不舒服啊 要不要我给你看看 我没事 我是讲 他们两个 反正他们两个挺般配的 夏宇 我说的是实话啊 我才不管你们是怎么想的了 夏宇 你怎么 他说的是实话 春风 你又怎么了 你们两个 这四个人是怎么了 他们两个会快怎么样了 你怎么现在换你签马 不是我签了呢 要按我的方法 最起码得花上一个月的时间 恐怕你现在 没那么多时间学了 那我要多久才能学会啊 刚才在路上 我把骑马的要领 都给你说过了 你都记清楚了吗 记清楚了 那你马上就可以学会了 嗯 老兄 老兄 不行了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要摔下来了 老兄 什么也别办 你要真摔下来 我会接着你的 老兄 我会骑马了 我会骑马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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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老兄 哈哈哈哈 我今天好不好啊 老兄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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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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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 差点摔着 我不怕 因为我知道 你会在啊 你看 他都好像没事似的 你再让我摔跤 老师主 大师回来了 老师主还没等到人吗 老朽都快急死了 老师主别急 会来的 非来不可 要不然可能明天也走不成 老师主 这可不行啊 明天四里僧人全都回来了 如果看到老衲 任意让你们留宿 寺中住持一定会把老衲 赶出白云寺的 老师主 你们非走不可呀 大师放心 我们尽量赶一赶 实在不行的话 等贵寺住持回来 我当面向他求一求情 无论如何 不会让大师为难就是了 真是善门难开呀 多米托佛 多米托佛 哎呀龙飞呀龙飞 你这是怎么办事的吗 哎 多米托佛 我刚才跟你说的 你可都记住了 别出错了啊 是 鱼鱼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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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方 木匠 龙飞 王爷等不到修车的人一定急坏了 我们两个先行 让他们随后跟来 是 听着 本座先行赶往白云寺 打等随后跟来 不得有误 是 哎 你还挺威风的嘛 这条路走到底就是白云寺 叫士兵们把马车赶过去 好换车轴 我们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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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水来了 放在这儿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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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双啊 嗯 你说公主和龙公子之间可不可能啊 我原来觉得不大可能 可现在看起来 公主啊 像是真的动了心 嗯 对于将来呢 难说 哎 公主真可怜 就因为有个公主的身份 就不能够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比起她来 还属我们比较好 至少不必担心 因为对南平国的责任 而牺牲自己的性负 嗯 哎 哎 龙妃呢 还没回来 我怎么知道啊 嘿 你看 怎么连我都说傻话了呢 我是说 哎 你们之间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 也不可能 哎 怎么会 你们不是好好的嘛 那是现在 哎 以后也一样啊 哎 以后的事 谁知道的 哎 你怎么可以因为对将来不能预料 好 就否定眼前所拥有的幸福呢 我并没有否定现在 我只是 不希望伤她的心 所以 看起来我和龙妃似乎有些什么 其实 也就仅此而已 没有其他的 求说啊 我真不懂你 你是不是太聪明了 知道的太多 所以 哎 川夫 你不要再问了 公主和龙公子之间 有公主的顾虑 我和龙妃之间 有我的无奈 那以后 以后你会明白的 求说啊 我实在不能接受你的说法 我想 如果龙妃知道 她也不会接受的 好了 我去拿些柴虎来 驾 驾 驾 哎 哎 哎 铁大人 你在门口干什么呀 干什么 等你带修车的来呀 哦 他是杜方 这位就是铁文城铁大人 末将杜方见过铁大人 哎 哎 罗飞啊 啊 你有没有搞错呀 我叫你带修车的来 你带个军人来干什么 哎 哎呀 铁大人 我带他来是来见公子的 不是来修车的 哦 那修车的呢 呃 我看是来不了了吧 什么 这么轻松啊 哎 我看是来不了了吧 马车怎么办 啊 谁来修 明天怎么办 走不走 哎呀 你把我害惨了你 铁大人你别急 马车能修得好 明天咱们走得成 这些事啊 包在我身上 包在你身上 怎么包啊 车轴呢 没车手怎么换 工匠呢 没工匠怎么修 哎呀 你这是急死我了 铁大人 你呀 放宽心 我先带他进去歇歇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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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杜芳 走了 哎呀 哎呀 我真叫你龙公子了 哎呀 怎么叫我放心的下呢 这 哎 王爷就住这种地方 是啊 王爷他住的惯吗 哎 说起来不是我替王爷吹嘘 他这个人哪 从来就不计较这些 这地方已经很好了 荒山野庙 甚至露天而宿 他都干过 我活了这么大 从来就没见过他咒过霉 嗯 听吴将军说 当年王爷带兵打仗的时候 和士兵同甘共苦 完全没有半点王爷的架子 王爷带兵 人人心服口服 所以才会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吴将军还说 他现在带兵就是跟王爷学的 王爷带兵打仗 我倒是没敢上 可是从他和底下人相处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定是个好统帅 嗯 王爷出去了 应该是吧 哦 对了 待会儿切记 绝对不能 绝对不能泄露王爷的身份 否则你担当不齐 我也要糟糕 是 末将 我知道 聪明 铁大人 你还在等修车的人啊 还等 没得等了 龙飞都回来了 我让他找个修车的 他就给我带回来个军人 还跟我讲 什么修车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 我真是搞不懂 你们现在年轻人 跟我们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大了 是不是我们应该被淘汰了 铁大人 你别难过 我支持你 我觉得你虽然老了 可是有时候想法还是对的 虽然想法鼓板了一点 但是只要我们忍耐一下 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 好了 夏宇别说了 怎么 我说错了 我又说错了 没错 你说的都是实话 他们来了 我会骑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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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公主 挺文成 你怎么了 公主 我很高兴 公主那么快就学会骑马了 不会骑马了 公主的确很聪明 一学就会 那是因为马师傅教得好 对了 龙公子 龙妃回来了 在禅房呢 那个修车的工匠带回来了吗 没有带回来 带回来个军人 说是要见你 末将杜方参见王爷 公主放心 他在别人面前 会叫你龙公子 杜将军免礼 谢王爷 难道菲儿没告诉你 我已经不是王爷了 王爷 王爷请看 你从哪儿来的 吴子转达皇上旨意 要菲儿带回了令牌 凤凰王爷 他为什么要还回 皇上还付了封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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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处退彼 功载当场 萬鈴练 还付了封手运 明君逍遥 明君逍遥 你 皇上还是顾念兄弟之情啊 末将帅不重 静候王爷差遣 除了你之外 还有别人来吗 吴将军钦点五十名精兵 随末将前来 他们来干什么 奉皇上旨意保护王爷 保护我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也需要别人保护了 胜义难测 末将不值 飞儿 王爷 你明知道我不会同意 为什么还让他们来 回王爷 皇上既然下旨 吴子若不派兵 便是抗制不尊 论罪当斩 飞儿和他既是妄言之交 总不能让他为此丧命吧 让他们回去了 这 如今我已恢复了王爷的身份 你不遵命 一样是死罪 王爷 王爷 请受飞儿斗胆 不知王爷原本照杜方前来 是为了何事啊 我是要他陪着凤仪公主他们 前往边关 否则守官的官兵 一定会阻拦他 而且 而且 王爷可以借此开溜 飞儿 王爷的事情飞儿不敢插手 可是 王爷可曾想过 就算杜方护着公主 万一在前往边关的路上 遭人行刺 那王爷岂不是 抱患众生吗 我会在暗中跟随保护啊 那么为何不派五十名精兵 前往护宋 王爷也可以安心点 王爷当然还是可以暗中保护公主 可是 如果有五十名精兵前往护宋 就算有刺客的话 也会对军队有所顾忌 不敢轻率下手 王爷岂不是落得轻松 好好好 算你说得有道理 那就让他们留下吧 杜方 王爷同意了 还不谢恩 末将叩谢王爷 好了 把那些俗礼就免了吧 末将遵命 哎 非儿 那你跟铁文成怎么说呀 非儿说 杜方与非儿是至交好友 那五十名士兵 就说杜方文之公主在此 怕万一有所闪失 破坏两国的邦仪 故而禀报 边关守将前来派兵保护 说得好 让他们进庙里来吧 是 杜方 嗯 既然你来了 这庙里的安全可就交给你了 倘若有所闪失 我唯你试问 末将遵命 哎 非儿 王爷 那修车的工匠怎么还没到啊 回王爷 非儿在来此途中 发现了他们的驴车和轮轴 可是不见人影 非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又担心车修不好 明天动不了身 所以非儿让士兵把车都带来了 怎么会这样 好吧 暂且先别管他 你让他们赶紧修车吧 免得耽误了明天的行程 是 铁文城 明天我们走得了吗 嗯 灰公主 灰公主 龙飞的说法 明日必能启程 最好如此 行程不能再拖了 是是是是 公主啊 嗯 什么事情吞吞吐吐的 公主学会骑马了 会啊 好玩啊 学会了好啊 好啊 好啊 公主 你到底想说什么 龙公子 铁文城 你再不把话讲清楚 我可要生气了 是是是是 老臣是想问 龙公子跟公主两人之介 我可要生气了 你再不把话讲清楚 你不要担心 我说过了嘛 不会忘记我自己的身份 好 公主 老臣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人非草木 属龙无情 再说 龙公子风流剔挡 武艺超群 又与公主朝夕相处 所谓是 日今生情 铁文城 公主 老臣绝非无地放食 请听老臣说完 你说吧 公主虽然身份尊贵 但并非不能嫁人 而龙公子虽然是平民百姓 却也不是不能改变身份的人 我听不懂 老臣仔细想过 倘若龙公子回到南平 由南平封官受决 自然龙公子就不是平民百姓了 历代公主下嫁文臣武将者 不胜委屈 公主与龙公子结为连理 又有何不可呢 铁大人 你说的是真的 我说的还是实话 太好了太好了 我就说嘛 龙公子和公主最匹配了 现在好了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铁大人 一点也不会被淘汰 一点也不老啊 好了 夏雨 别欺负了 公主 公主 老臣所言 公主是否认可呀 你们只是一厢情人 怎么知道 他有这个心啊 公主 公主 老臣虽老 老眼不花呀 公主 龙公子应该会的 哎呀 猜什么 我现在就去问他 哎 夏雨 夏雨 怎么 我又错了 嗯 不不不不 你没有错 只是你太独莽了 说过你多少次 冒冒失失去问他 如果把龙公子给吓跑了 你赔一个龙公子给公主啊 那那怎么办 那你不要急 等到适当的时机 有老夫去试探试探 铁大人 嗯 你不必担心 我忘了老臣是 陪驾老臣了 哎 快点快点快点 哎 哎 哎 外面怎么了 老臣去看看 好 哎 你们三个 那边守住门口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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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 哎 龙兄弟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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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干什么 哦 谢大人 我兄弟派人来保护公主了 哦 好好好 公主 龙飞 他们是什么人哪 术国边防偏将杜方见过南平公主 哦 免礼 谢公主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公主 杜方是我兄弟 我突然想起他们驻守在南平南楚和蜀国的三国边关 我跑去找他 告诉他公主在此 恳请帮忙 杜方禀告吴大将军 吴将军认为公主既然在蜀国境内蜀国就有义务保护公主的安全 所以就派他们来了 哦 那太好了 请带老朽向会上致意 有蜀国军队来保护公主 那公主的安全就不用担心了 有劳杜将军了 末将立当效命 杜方 公子和春风秋双两位姑娘你都见过了吧 嗯 好 这两位是夏宇和冬雪姑娘 你记得了吧 记得了 嗯 你现在就去吩咐他们 除了这几位之外 任何人不得靠近公主 明白了吗 是 是 去吧 龙非 你对他说话怎么那么不客气 可能是我们太熟了吧 再说 这是吴大将军交办的事 他敢不听我的 龙非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这么神气 如果你穿上军装 一定也像个大将军吧 我想是吧 龙子 好 应该在大门口 他们在修车呢 那我去看看 看样子是没有机会了 哦 龙公子 啊 铁大人 看什么呢 哦 我在看这些军事们修车呢 哦 这些当兵的真能干啊 什么都会做 那今天可以修好吗 应该修得好 明天一早就能启程了 哎呦 那太好了 龙公子跟我们一起到南楚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 铁大人 我就不和你们去南楚了 什么 龙公子不跟我们去南楚了 哎 可是龙公子答应过老朽 是是是 我是答应过铁大人 要把公主护送到边境 交给军队保护 嗯 可是这里虽然是蜀国 又有这么多蜀国的军队保护公主 所以我送到这儿也是一样的 哎呃 可是铁大人 龙公子铁大人 请用饭吧 啊 谢谢秋双姑娘 那 他们吃什么呀 杜将军说了 他们自己都带了干粮 我就烧点水给他们 这壶水啊 就是给几位修车的军业喝的 好好好 那铁大人 我先去洗个手 一会再聊 哎 诺 几位大哥歇会吧 喝口水 啊 好好好 谢谢谢谢谢谢 我们自己来 自己来自己来 哎 好 来 这位大哥 我想问一下 那边锅里再烧的 是什么东西啊 哦 那那是树枝啊 熬过之后呢 那是树枝的 沾东西用的 哦 谢谢啊 这边 你看 这儿 杰禀将军 哦 你回来了 南楚手将怎么回话 回将军 南楚王驾崩 由王帝马西广继位 什么 南楚手将要属下总告将军 南楚新王新登大位 故而不敢擅放凤仪公主 若南楚国进 你下去吧 是 快 马西广暴力好战 由罗蜀我速来不合 他等那位 边境必定适多 传我将令 加紧关口守卫 随即应变 是 来人呢 在 速被快马信使 带本座修书一封 将信送到白云寺 交给杜芳将军 务必连夜送达 是 帝大人 帝大人还没睡啊 龙公子出去散心呢 我散什么心呢 我是去看看杜芳他们守卫的安排 那情况如何 很好 只要稍有意外 就会众人解决 杜芳教得还不错啊 这下 我也可以安心地走了 龙公子可还记得你我昨夜所言 铁大人 龙公子先请勿责怪 老朽知道昨夜语多不当 可是今夜老朽所言 却是受人之托 铁大人是受何人之托呀 公主 公主对龙公子之心 龙公子应该兴之杜芸 我说过的 不合适 老朽却说合适 铁大人有点自欺欺人了吧 不 老朽 老朽所言 必有道理 倘若公主完成复国大业返回南平 一律将以南平女王身份登期 那又如何 女王有权去封赏任何人 倘若公主赐封龙公子爵位 那彼此就毫无身份之差 有何不合适之处呢 龙公子 老朽所言 句句属实 倘若龙公子再借此推脱 不合适之复 也不合适之复 也不合适之复 这些话 都是公主说的吗 正是 可惜呀 在下还是要让铁大人失望了 难道龙公子还有说辞 有 老朽 愿闻其详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无善不是云 在下严禁于此 还望铁大人能够明白 更让公主 能够了解 龙公子若是这个原因 也闻成无话可说了 只怪公主 命苦啊 不 是在下福报 东方 这些军事训练得非常好 这样我也好向王爷交代了 我职责所在 尽力而为 你不打算睡了 公子有令 凤仪公主的安全 若是出了问题 唯我试问 我又怎么能睡呢 好 我先陪陪你 嗯 秋双 陪我 好 就说你怎么不睡呢 嗯 我在想件事 可是 怎么也想不起来 那就别想了 不行 我做不到 我从小到大 难得遇上一件记不清楚的事情 就会没法吃没法睡 非要想清楚不可 你明明知道自己不能太费心 太劳神 可是你偏不听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是身不由己 这样吧 你想什么说出来 我呀 跟你一起想 我知道我知道 我脑筋没你好使 那至少我尽力好不好 求求你把它说出来 就算我没猜出来 你心里也会舒服一点吧 好吧 我闻到一种味道 很熟悉 以前一定闻到过的 可是偏偏却想不起来了 嘿嘿 就是为这个 是啊 这个就能让你吃不下 睡不着 嗯 那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你闻到的是什么味道 告诉我 我把那些可能都想出来 好不好 嗯 好吧 这种味道 我以前在宫中 从来都没有闻到过 所以 可以肯定 是到蜀国以后才闻到的 那你最后一次闻到这个味道 是在什么时候 天黑以前 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庙门口 几个在修车的军事 烧着的树枝 树枝 是啊 说是熬过之后 就可以粘东西用的 树枝 树枝 会不会是你在蜀国 碰到别人也在烧树枝时候闻到的 不可能 如果是我一定记得的 那 你说树枝还有什么作用 那就多了 快 告诉他们有人来了 注意保护公主 好 是不是有什么紧急军情 是 是吴将军交给公子的信函 来 龙公子 老朽 老朽好像刚才听见马斯人声 出了什么事了 边关首将派人传训 说南楚王驾崩了 继位是谁 马西广 这 这下糟了 怎么 这在下所知 这马西广不是前南楚王 马西范的胞弟吗 他和蜀国虽有宿愿 可是他毕竟是奉仪公主的娘舅 哎 大人为何如此惡鬼 龙公子有所不知 当年 马西广与其兄 争作太子闯君 可是 南楚老王 相信最宠派的公主之言 立马西范为闯君 而当年的公主 如今正是南平婆先荣王后 也正是奉仪公主的母亲 难怪南楚不准公主入境 原来是马西广记仇 龙兄弟 吴将军这样说的 老九元以为 他对仙柔王后记恨 可是不应迁怒于公主啊 没想到 他竟然不准公主 进入南楚国境 更别说是 请他借兵复国了 这真是让人始料未及啊 这真是让人始料未及啊 杨四路弑君叛国 我们全寄托于南楚 没想到突然生死巨变了 难道上天 真要枉我南平不成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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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 没想到 没想到 你 随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